进入到这一段的节目 其实台股跟美股的强力反弹中 可以感受到投资人还是有点犹豫的 尤其台股今天又创下了农历年以来的新低量 观望的原因是这礼拜依旧有大事情 全球的央行年会 以前这个年会超级无聊啦 大家都在讲关枪关掉 可是这几年因为暴力的降息 暴力的升息 以及接下来可能要进入到降息循环 眼光完全关注在这上面 好我们要怎么解读 就来请教今天的三位来宾了 第一位是股市施工有年老师 以前施工看这个全球央行年会 也会觉得是一个关枪大战 但是今天这一场就不一样了 今年的全球央行年会 有可能会预告什么 预告降息循环要来了 但市场很矛盾 一方面希望资金出来 一方面又怕是因为景气衰退 等一下施工独家观察 到底要怎么样台美股才能够继续反攻 另外今天台币非常的强哦 如果手上没有股票的朋友们 其实施工独家准备了二高一低安全概念股 帮您独家算明年的殖利率哦 第二位是我们的题材猎人汉伟哥 汉伟哥之前一直在等什么呢 等伊朗跟以色列 但是这两家现在恐怖平衡中 反而是另外两家出事啦 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哦 战火再起越打越凶耶 两年半了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解决 甚至更严重 但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哦 黄金创高了 到底台湾的黄金概念股 节奏怎么抓 还有很多的像化肥啊 原物料啊 以及战火相关的一些特用化学 也跟半导体有关的 等一下汉伟哥教你 题材的节奏抓对 我们就能赚得到哦 好第三位是我们的 古奇双分析师纪伟明 小明同学 好小明同学今天来呢 有两个题材要带给大家 刚刚有提到哦 台积电其实在全球做 所谓的晶片外交 德国厂也在动工了 他到处做外交 那谁社会 当然就是我们的台湾 半导体设备类股了 最近真的是墙中墙哦 好多都创历史新高 但小明同学有独家的观察 今天带来一批新鲜货 是我们节目比较少提到的设备股 还有就是机器人 虽然上一段 我们有整段讲机器人 但小明同学一样很厉害哦 从里面找出 您不知道的隐形机器人概念股 最近很强 把理由讲给您听哦 好 首先有请施工 好 施工 是 这个年会 我从未想过它变得如此重要 哦 是啊 但是因为可能快要降息循环了 所以变得很重要哦 另外如果是空手的朋友 你今天也活心来着哦 帮我们算了两高一低的安全好股票 是的 没有错哦 因为现在很怕三高 所以像我们做年纪 有个三高就很麻烦了 所以我们今天选两高一低的股票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次的年会 今年的重点在哪里呢 今年的重点呢 就在认为说 市场认为说 它会为九月的降息来铺路 它很可能就会明确地指出 就是说 我们要开始进入一个 这个现在要开始降息了 那么现在市场上就看 它到底说像降息 会不会讲说 我们降息一码呢 还是两码 甚至于三码呢 顽皮的话就说不降 对 这可能就不太大 这其实有点政治的原因 好的 OK 好 那么我们这样子 我们给大家看一张图 就是降息之后 那我们美国的股市 到底会涨还是会跌呢 其实大家很担心啊 对不对 降息 你们为什么要降息 衰退了 是不是因为经济紧衰退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呢 就会很担心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做了一个表 从1984年到2019年 这么多年以来 这个35年以来呢 那联准会 它降息了好几次 它只要是第一次降息 它譬如说一个降息循环的 第一次降息 就像呢 如果9月降息的话 就这一次的降息循环 第一次 第一次降息以后呢 SNP500指数 它的平均的表现 在这里呢 是降息之前 那从这一天 是降息之后 那么你看 它会缤分两路 这条深绿色线 跟这条浅绿色线 深绿色线呢 是景气没有衰退 那它的股价呢 就可以涨 这个指数就会涨 那如果呢 景气衰退 SNP500指数就跌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情况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股市 就是基本面跟资金面 所构成的 对不对 当你这个资金 开始宽松的时候 有资金进场了 然后你的基本面 还表现非常好 经济景气非常好 它当然就涨了嘛 那经济景气弱的时候 那这个是 因为经济景气 它是指引着 这个股市的趋势方向 所以你虽然是降息 虽然释出资金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 把股市救起来 是 所以呢 我们就要看 它宣布降息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看哦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注意看什么 看美国的 它的经济数据 表现到底好不好 还有他讲的一些 暧昧的附加用词 是的 降息到底为了什么 没有错 如果说 我们就很担心 经济景气怎么样 那大家就要注意了 OK 好 那另外呢 台币 好强 台币呢 哇 现在飙升到 32.042了 哇 真的 好快 我记得不久之前 才是32.9 32.8 是 因为今天飙特别多 是 没有错 它一下子就下来了 就上去了 那么上去之后 其实大家注意看 我们这台币飙涨 所谓飙涨 真一点错都没有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从5月的时候 5月开始呢 台币就贬值 一直贬值到7月中下旬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短短的 这个差不多 三分之二个月 这个时间呢 它的这个升值的幅度 是已经吃掉 这个5月开始的贬值幅度了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 尤其最近呢 你可以看到外资呢 又回过头来买超了1000多亿 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升值 今天外资虽然是卖超了 小小的卖超 可是我觉得它明天 再买超的机会会相当大 所以你可以看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其实你可以看 贵买指数它的走势是比 这个加权指数又来得强很多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因为呢 在像这F4来讲的话 其实呢 像这广达啦这些股票 它们的涨幅还是比较小一点的 那么反而是这些 你看一下OTC的强势股 油田 君豪 冬结 华星光 这些我们以前讲过 油田你常讲 因为你家有金山 你算是油田 印象很深 很给面子 OK好 那我们看一下加权指数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今天已经填补了 这个跳风缺口了 压在机械下面 对的 那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动能不足 资金呢一直在 它这个成交量一直在背离 一直往下掉 所以有点市场信心不足了 可是在反弹出息的时候 你价涨量说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筹码稳定 可是你已经进入了一个 大量套牢区的时候 那么成交量就一定要增加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7月22号之前 它这个指数在22130点之上 当时的10日均量是5566亿 所以日均量至少要达到5000亿以上 那么它这个加权指数才有机会 来攻破这个当初的大量套牢区 那另外刚才我讲到了台币来讲的话 理论上来讲的话 这个外资应该要回头了 应该要回头 其实大家不要忘了 在5月到7月的时候 这个外资一共卖出到多少亿 卖出到4000亿 4000亿的股票 所以它现在才回补了 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回补 而且我们是认为说 在全球央行总裁年会之前 台币应该还有升值的空间 好 不过年会也快到 就这个礼拜 对 所以它大概升值的空间 应该也不会太大了 我觉得在31.9左右 就差不多应该要 稍微要停下来了 好 另外我们看一下联发科 因为今天 其实你可以今天可以看 其实像这一些的股票 还是今天带动大盘的 能够收红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些个股 那我们先讲一下联发科 这档股票比较少提到 因为最近讲的 不是台积电就是红海 对不对 虽然F4有它 对对 可是很少人提到 那我们也不常提到 这支股票 可是这支股票 为什么今天要讲呢 因为它在10天之前 出现了一个 非常厉害的一个变化 它出现了一个 双重的跳空缺口 这个叫做导形反转 好 有跳空缺口往上 是 它已经几乎是确定了 它已经确定了 这个导形反转的走势 已经确定了 所以它应该 还有反弹的空间 那么我们可以 把这个目标 短线目标暂时摆在季线 它季线现在的位置 大概是在1294块 1295块这个附近 也没有太远了 对 差了大概40块左右 那毕竟人家已经反弹了10天了 OK 所以在这边 可能会要稍微休息一下 可是因为它的预估的 明年的预估的值利率 还是有超过5% 是的 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些法人 会开始进去买 像投信一直持续买钞 它们有可能会把它列入 未来的高股席 不会把它列入进去 好 高股席都还蛮喜欢它的 对 所以可以注意一下 像6月份以来 投信已经买超7148张 所以这些股票 我觉得还是可以注意了 好 OK 好 怎么又跳到奖状了 刚不是才在讲连发科吗 对啊 对啊 怎么变化这么快 好的 其实因为最近半导体 设备真的很强 而这一档是你 带着大家抄底 我那时候还问你说 你确定 好 因为从375跌到175户 对啊 173户 对 对 对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当时觉得它还不错呢 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一些超跌的股票 太惨了 对 可是它基本面还是好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 那现在呢 因为指数已经涨很多了 那我们再讲一次 就是大家不敢追的股票 其实也不一定要去追 因为有很多的股票呢 你看像它本益比是低于15倍的 因为大盘现在加渐指数平均的本益比 整体市场的平均本益比 大概是已经到18 19倍了 那么说15倍以下的 都是属于算是本益比比较低的 那它当然它获利要增加 还有预估呢 明年的殖利率是超过5%的一些股票 它在第二季的这个EPS的年增率呢 虽然是增加还有减少的有不同 那像是远雄呢 它增加的幅度 这是有入账的吧 对 这是因为入账 因为建设公司的入账时间的关系 那所以呢还是会有差别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材料KY 这一档我必须跟观众朋友说 因为真的太多人问了 虽然本节目没有什么在推材料KY 但是帮大家解惑一下 对 这档股票呢 我也没介绍过 好 因为它营收看起来是不错的 可是股价却是一路这样子混得不停 没有办法往上 对 没有错 因为它毕竟是比较小众市场的一档股票 电子烟相关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注意看一下 它现在的产能已经占全市场 已经来到全世界的市场的 这个市占率已经达到5%了 未来可以看到7%到10% 那么中国进口的总需求呢 大概是每年呢 大概是2.5万吨 可是中国大陆自己没有办法生产 那么它都是几乎呢 都是靠这个材料KY这种 那材料KY它是亚洲区唯一的生产厂商 那以后呢 当它的这个 当它的产能再增加的时候 那么中国它进口的部分呢 它就可以用材料KY的产能来填补这个需求 不过呢 它技术面上来讲的话 它有一点一点点的问题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里呢是个大量套牢区 在这里呢 这个套牢区更大 其实1000块附近 可能有一些投资朋友们 有点套牢了 对 对 一直在等 所以这边的这个 它当然呢 今天呢 它是占上了所有的移动均线 包括半年线在内 都占上去了 那么而且成交量也出来了 那我们就要看 它能不能够用充足的 有效的这个成交量放大呢 来突破这些这个套牢区了 这个是未来要值得注意的一个重点 好 当然电子原产产业是有在扩大的 它的营收状况也一直不错 对 一直不错 但是它筹码看起来是比较辛苦 比较乱点 对 那另外呢 就是一个9933了 9933呢 中顶 那中顶是台湾唯一具备提供规划设计 加上厂房新建的一条龙子 这个无城市全方位一条龙子产业的厂商 所以它这个不太有问题了 那么另外呢 像是什么 台湾呢 现在有准备 它也有水资源概念 对 这个海淡厂 这个水资源概念股 然后这个运算中心 手做资料中心也已经成立了 再走订单估计 未来三年营收均可以达到千亿以上 所以基本面没有问题 然后呢 你可以看 它不小心就跌到这边来了 它现在是守住半年线 是 还不错 然后呢 又站上了十日均线了 那么 所以我觉得它在短线上 唯一的问题就是 跟大家问题都一样 成交量不足 它只要成交量能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档股票 应该有机会讨回一个公道 它本来就好公司啊 是啊 下面有什么新顶 昆顶一堆顶 对 获利很稳定 没有错 所以这支股票 就是等成交量 成交量出来的话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放长领股息 不是大问题的公司 是的 对 没有错 中顶其实获利都很稳定 是 值利率也不错 那刚好跌下来 它下面有很多什么新顶啊 昆顶啊 它本来就是一个统包工程的 没错 所以像这种 就是我们属于的这个价值型的股票 是 价值型股票跌下来 其实是最适合大家做左车进场交易的 是的 好 非常谢谢施工 远远老师 施工要提醒咯 这个全球央行年会 其实大家就在等包尔讲话而已啦 它如果告诉你是降息循环 而且不是基于景气衰退的原因 那市场可能就会开心了 无论如何 现在选一下两高一低哦 对您的投资会相对比较安全 有很多的好选择给您做参考了 好 广告回来 我们题材猎人汉尾标上场了 没有想到全球的战火 现在眼光竟然重新回到乌尔战的身上哦 乌克兰最近凶起来呢 那无论如何跟战争相关的 不管是化肥类的或是金价类的 台湾其实都有相对应的好标的哦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都希望世界不要有战争哦 但是呢 很难避免的战争 就是时不时会出现 之前在关注 以色列跟伊朗 但他们现在是一个恐怖平衡的状态 反而是俄乌战在起哦 再加上其实有部分的原物料 很久很久很久 没有他们的戏份了 现在有专家讲 原物料可能要进入到超级大循环 网上有可能由战火而引发吗 好虽然不喜欢战争 但是战争确实会带来一些投资的商机 也不能忽略它哦 例如金价最近在飙 然后呢 原物料其实有很多都在低档很久了 都在等一个所谓引爆点的超级循环 也许是战争 也许是时间到了 我觉得啦 但第一个金价创高是一个事实 原物料部分我们待会跟大家讲 我觉得看起来没那么快 但二污之间的一个紧张局势 我觉得对一些相关很久趴在地板一些股票来看的话 我觉得是有机会 相关原物料啊 农粮啊 半导体相关的特用化学 我觉得都是大家接下来可能关心 二污之战事情况里面 也许有机会发动一些个股 好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最近但伊朗跟以色列看起来 好像又平安无事 温温的 对那时间点 我觉得大家就关注一下 他们所谓的以哈之间的谈判 如果真的结束之后 没有达成所谓的停火协议 也许我觉得就有一些新的波动产生 但最近这一两个礼拜里面 真的发生的是乌克兰打到俄罗斯的境内了 而且掌握了天然气入口的城镇 所以最近可以看到 在欧洲天然气价格大部分往拉高 那大家预计说 如果真的这样下去的话 也许他们冬季的天然气的安全用来 会出现降低的情况 因为当年是刚好他们有暖冬 对不对 今年就不一定了 今年不一定 今天如果真的天气比较冷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造成整个所谓的 欧洲地区在冬季的部分 会有非常重要的这种用电的缺口 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面 看到黄金的价格 在上个礼拜五创下历史的新高 今年金价我记得 20几次创下历史的新高 比股市跟股市比起来 我觉得相比不会差太远 那在这个所谓12月黄金期货涨 1.8个百分点 2537的美元是创下历史的新高 所以看到今天盘面上 跟原物料相关的金融 金艺鼎跟加龙 然后像肥料相关的东检 推动化学等等股票 其实今天表现都不错 那最要的是新科 新科状元 一直涨一直涨一涨 对一直涨一涨 就是多题材嘛 那其实我觉得在题材股部分 我们跟大家讲 我们的选股SOP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看题材股部分 第一个关键是 它位阶要比较低 一定要哦 因为大家看到它 突然因为题材喷上去 嘴通常都是套牢的下场 对所以我们通常都是 一两个礼拜之前 先把题材先扫一遍 所以我们先讲就讲在前面 那再来就是说 在低位阶布局的好处是什么 后面有一个题材助攻的话 股价就会发酵 所以像当初四月份跟大家讲 金价走高的时候 加龙就冲到 也是波段新高 那四月份跟大家讲 晕价走高的时候 你那时候阳明 其实在股价的低档区 看到所谓的筹码啊 法人都没有站在买方 大户还连续站在卖方 但你看晕价走高的时候 后面往往冲高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 像俄乌的战士 很多股票 目前是低位阶的 那未来我觉得一些题材 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这些题材助攻 如果有一些双题材加持 应该有一些不错的表现 未来我们就期待 它股价有没有发酵的空间 好的发酵也许是涨10%20% 那这种大波段发酵 也许就是一个 大波段的一个上涨 我觉得可以持续特别的关注 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我们现在来看 最近的一个报道 这个凯雷集团 它是非常知名的 关注大宗商品的集团 那只是说这个集团 过去每一次 对大宗商品都看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说法 你可以参考就好 不一定要真的认同它的说法 那它这一次的一个策略长 就说到说 现在在所谓的政策需求 联组会降息 大宗商品的新的超级周期 即将到来 但我觉得它每年都讲 差不多的东西 总会有一年讲到 对 总会有一年讲到 所以今年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要看后面的一个表现 我当中我比较认同的是金价 是 对 因为它其实相关的背景 是有持续上涨的空间 但油价跟铜价 因为现在全球的景气是 衰退的声音 是比成长的声音来更高 如果这些一直涨 联准会不用降息了 就可能变成升息 对 就变成升息抗通膨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降息循环 里面说油价很强 或铜价很强 其实全球需求没有那么好 所以可能就看 降息一段时间里面 整个全球需求起来 也许这个超级循环会成立 我们讲我们的看法 我觉得黄金 因为今年是降息循环 所以实时利率 不断在降低当中 对金价来讲 没有利率的商品 我觉得就有一些 价格推升的力道 那再来有一个旺季的行情 现在印度开始进入到构新的旺季 到农历年前 所谓中国也是这个金条 金饰品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消费的大国 都会推升整个金价需求 实质的回温 那再来刚刚提到了 俄乌啊 以色列跟伊朗啊 相关地缘币嫌 我觉得对金价 都有些实质的需求 所以目前很多的法人都看好 金价这一波 有机会上看到3000美元 所以现在2500到3000 哇 那还有大概将近20%的一个涨幅 那白银今年的表现 是比黄金来的更强 所以金银比目前来看 金银比又回到相对的一个高档 代表金价比赢价又来得更强一些 所以看起来赢价 我觉得有些不长的空间 那油价我们讲 因为夏季的用油高峰已经过了 所以它需求的一个 拉升的一个高点 我觉得慢慢过去了 那目前价格是在反映地缘风险的状况 那我觉得下半年 如果真的经济需求不好的话 我觉得油价并没有看得那么多 再来农产品 因为今年极端气候威胁 大家都感受到了 但是不是涨黄小玉 涨可可咖啡冻橘汁 这些软性性的商品 但他们都是出现暴涨暴跌的行情 代表气候的部分 我觉得并没有像当初的俄乌战士一样 俄乌战士当时 涨的是一些基本的农粮 黄小玉的部分是大涨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 在基本上刚刚提到了 全球经济在放缓当中 但是因为美元最近非常的弱势 你看到台币啊 日元大不足的升值 人民币也升到近期的不断的高点 所以当美元弱势的时候 以美元计价的相关的大宗商品 我觉得就会因为计价的关系 让这个价格有上涨的情况 所以虽然看到这个基本面 不是特别的好 但很多的大宗商品 我觉得最近有些主题的迹象 你看一些所谓基本金属 铜价 镊价 铝价等等 其实从今年大概十月份高点 跌到现在 看起来是有点慢慢要往上爬的一个感觉 但是铁矿石价格还是很弱 所以你还是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 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弱一些 真的就是缺中国的引擎 对不对 真的内需已经弱太久了 对 那最近其实看到 美国方式也在往下掉 是 金屋开工等等 那我们跟大家讲到 目前在俄战事的观察 因为美国总统即将大选了 九月份要做一个辩论 好 现在到什么情形 现在贺锦丽已经领先了川普 就是天选之人输给我们讲 这个贺锦丽他的一个表现 是 因为从拜登退选之后 你看到红色条线是这个川普的民调 一直在往下掉 那贺锦丽的部分反而民调是往上升 目前贺锦丽领先川普 大概是1.2个百分点 还在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代表说整个选情非常胶琢 胶琢的情况里面影响什么情况 跟最近乌克兰的动作比较大有关 是 因为在川普当初七月份 有跟这个哲伦斯通过电话 电话完之后他就说 如果我当选要终结俄乌的战争 俄乌战争的终结是建立在 乌克兰可能要放弃一些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 哦 好 这是川普的想法 对 川普就觉得说你们打得太久了 看起来也不太有可能有和平的机会 那不如你就是认输了 把地割给俄罗斯 那对乌克兰来讲 当然没有办法吞下这口气嘛 那拜登当然还是支持军援乌克兰 所以代表说目前来看 乌克兰会比较希望的是川普不要当选 但是在选前 我觉得他看起来是要扩大事端 造成一些既定的事实 因为真的你已经打下去了嘛 那你一定要选边站 所以这时候到底美国 欧洲要挺乌克兰 还是说要挺俄罗斯 我觉得逼着大家在选前先做表态的动作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就可以发现到 为什么在这时间点 开始攻占了俄罗斯的领土 而且是用孤军进入 对 那让整个所谓的俄罗斯是非常的震惊 就想说哇 我们打你打了两年 你就一打回来 就把我土地占了这么多 所以土地目前是放话要全面性的反击 可能大家过去在2022年发现到天然气价格走高 有一些供应链中断 一律开始升温的情况 那欧洲刚好有很多的化工 跟半导体材料的大厂 都是用这个所谓天然气做一些发电 当初天然气价格太贵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停工 因为没办法负荷相关的能源成本 而且有一些关键原物料 也有一些缺货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去复习当初发生的事情 2022年发生的事情 当初俄乌开战的时候 贵新属的价格加农涨了三倍 农粮化肥的股票涨了一两倍以来 然后半导体的汽底跟通用化学族群 都是在恶物战事期间出现大部分的走高 其实那时候一开战的时候 台湾大部分股票都跌 唯独这四个族群都是逆势往上走高的 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说重演当时的事情 但是这些股票很多在低位界 我觉得相对来看 有题材的助攻又低位界的情况 也许有机会复制当时的一个反弹的行情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当中 我们就可以把过去在那段时间 表现不错的个股 拿出来从头回来检视一下 像我们常常在讲 炮声音响黄金万两 加农我觉得就是战争收货的代表 所以不管是以色列跟伊朗要不要打 或者说恶物之间的战事升温 我觉得他都有机会受贿 那他也是没有赚钱的公司 每次看到金价涨 他隔天涨天 我就想这样怎么买 对所以你要看金价 我觉得简单去讲 因为今天没有看他线图 我们就说金价现在创立起薪高 如果是连续几天都创立起薪高 加农我觉得都会连续走高的机会 但金价如果涨一天跌一天 他可能就是加农的部分 就涨一天跌两天 他会比较难操作一些 所以他必须要看到金价要连续涨 而且涨幅要累积比较大的一个涨幅 我觉得补涨力要会比较强 那金价顶蛋就是有基本面的公司 我觉得是比较稳健的标的 那光阳科跟新科 都是贵金属相关的回收厂商 当然因为他们有切入到半导体材料 所以是双提材助攻 像光阳科是半导体 也是建杜把财 本业部分其实金价占他的获利比重 还是比较高 那这个新科 但是中央集团最近的腰股 腰股对 建杜把财有切入到半导体的市场 而且法人说什么营收可以占到30% 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快 但是股价毕竟是强势 而且他又有面板封装的品材 对所以你看营收真的有出版 年征了138.27 但法人在退场而已 对我觉得他最近就是高档 筹码稍微比较凌乱 所以走势会比较震荡一些 本益比我觉得拉到有点 不太能够去看 中刚集团有看到200倍 本益比的公司真的非常少 是耶 对那再来看到农粮化肥 东减跟化肥 其实好像一世时的汇光啊 全域生计啊 这些我觉得都跟农粮相关的 但最近这样的股票慢慢有动起来 我觉得可以留意到 像冬检的半年报啊 台肥我觉得有轻人员供应链 所以它的一个产业的转型 我觉得蛮漂亮的 电子级的胺水也达到半导体厂 所以它有半导体材料的题材 那股价因为比较温 所以我们先就做一个观察就好了 好 那再来就是华智辈的联华 是不是 我华智应该蛮厉害的吧 蛮厉害 但最近股价比较委屈一点 所以可以留意 因为它有联华气体 它是跟这个美国的 林德核支成立的 所以是全 我们国内最大半导体气体的 供应厂商 所以刚刚提到 如果欧洲锻炼的话 我觉得它就会有一些极单的效应 那精神科本身是半导体气体的一个大厂 那其实下半年营运比较好 股价我觉得相对比较低点 那特工化学这两打 三幅化跟圣医 其实在二战争里面 最重要的是三幅化 对它真的是有涨三倍 好 三幅化 对涨了三倍的股票 但它其实最近表现不错 其实营收比较亮眼 而且半导体跟先进封装 它还提到 它的特工化学要出货给COAS 对有大量热门题材 但股价我觉得因为量还比较小 没有特别的表现 但如果说以这个特工化学里面 我觉得圣医它的营运状况 是比较稳定一点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相关的个股 好大家自己去找关键字 黏住一个关键字 后面题材就会不断发酵 COAS就是一个关键字 COAS面板封装 面板封装 但第一个黄金概念股里面经营顶 算是有获利的公司 它今年上半年 EPS已经创下历史的新高 所以它获利算是非常稳健 那除息在这一天 也完成填写的动作 目前现行占到所有经济 而且这边军舰刚呈见多方的排列 所以我觉得也代表 如果你觉得金价 接下来会持续往往走高的话 但我觉得它股价就有部长的空间 那我觉得这样的公司 你就可以跟着金价去做一个操作 那股性也不好 所以你不要等它出大量的时候去追 目前的位阶我觉得还算合理啦 所以这个地方五日线附近没有跌破 我觉得都有慢慢跌高的情况 最近法人有在买方 大货部分也慢慢买回来 我觉得跟金价走高有直接的相关 好 它其实跟半导体是有关的 它有做一些废料的回收嘛 对 当然是回收别人 但它没有说给别人 它其实跟太阳能 我觉得比较有直接的相关 太阳能 对 那这样股票我觉得就是两年 大家没有看的股票 以前的腰股 你看这一段 对 你看就是2021年的年底 涨到四月份 短短一段时间 30块涨到历史新高 花了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 就是受惠到 刚刚提到俄乌战士的影响 所以目前的东减的位置在这里 超级低 对 但俄乌开始又重新有一些升温的迹象 那本身除了这个所谓原料 化肥原料以外 它有散装船 那散装船其实今年 我觉得状况也不错啦 你看到这些所谓汇洋等等 其实业细都还不错 所以上半年它赚了1.9元 目前股价不到40块 我觉得今年算起来 本益比也是相对比较低 那目前是沿着无线往上走高 但因为股性这边是一个大量 所以我觉得 大概你去抓一下 这边大量有个收敛形态 你可以等它 也许俄乌战士比较紧张的时候 突破再做追价 或者说你拉回来 因为无线乖离大 拉回来到无线附近 那更好一点是回到10线附近 去低接它 我觉得目前的位阶 跟它进行的货币状况 应该是有中线投资的价值的准备 而且散户朋友可能已经忘记它了 对不对 所以筹码比较干净 比较干净了 这几年台股多头跟它没有关系 没关系 好 那再看到下一档 就是圣一 那圣一我觉得一样 你看俄国战争期光里面 它没有像三浮化涨了三倍 但它股价也是从120几 涨到230 也是一倍的股票 那一样股价位阶 现在也不算高 对 所以今年因为过去 他们那一段拉回来 是因为半导委库存太高 这太夸张了 234到98也 就这样下来 所以它股灾跌得比很多半导委股票来更重 但我觉得目前位阶又回到比较合理的位阶 最近现行也是低档主体上来 但还没有做一个突破 所以简单去讲 你可以站到月线之上 站稳三天再进场 那这边买就是比较平常价值的投资 以公司代来讲 它说今年下半年半导体就一定会成长 那股价位阶我觉得这就是比较合理 那再来看到联华 我其实今天在讲联华 我本来以为联华很强 但我觉得最近看起来比较委屈一点 它好像也是除息后就一路贴 一路贴 它也是这个高股息后的受害受灾户 对但你看到7月之前都还是非常强劲股票 那我觉得股价最近拉回来 其实反而是因为它本身 每年都固定配股配息 所以我觉得它是长期长线投资的好公司 不管是它的整个集团的布局 或它半导委气体的一个相当的市占率 所以我觉得这边是适合你存股图进场的 但如果说是说一个动人派的话 我觉得这边可能就可以再等一下 因为这边缺口是比较大一点 所以最近的量也在萎缩 所以我觉得适合大家拉回来 可能分批慢慢承接 你之前没有存的 或者说你之前存不够的 我觉得这个股票其实具备代表性 应该是比较存股的标的 好 其实现在的话大家都在找 除了有这个战争题材 或地缘政治风险的题材 本身的价值现在也是一个低估的状况 所以算是进可攻退可守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半导体材料 你不要只看什么深阳办看中砂 我觉得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讲 他们都是同样受惠 但股价没有反映到的公司 我觉得反而是大家在这种中长线里面 找底部股票的好标的 好 这边非常谢谢题材猎人 题材猎人教我们咯 要怎么样提早布局 其实不能等到题材发生 例如说像现在的儿乌站升温了 可是相关的族群 并还没有像2022年一样产开大涨 所以刚刚已经把相关的族群 到底有哪些利多 甚至已经适合价值交易提供给大家 如果战火继续延烧的话 也有可能复制2022年那一波的走势 广告回来我们的股息双分析师 小明同学要上场了 小明同学告诉你 台积电的晶片外交做得真是成功 而我们的半导体设备股 绝对还有机会长一波 重点是小明同学找得股票 是节目比较少提到的隐形秘密股 其实这一波台湾的设备类股真的很厉害 以前设备类本因比都不高 可是现在设备类本因比都往上冲 因为都有多题材 除了半导体 也可能是面板及扇出型封装 哦 综合在一起大家都很厉害 但也有人说 赵华你的节目都讲这些股票 听腻了 没问题 我们就叫小明同学挖一些新的秘密武器 好 小明同学 今天有汉伟哥 我们机器人有三雄三剑客 你 汉伟哥 还有艾伦 好 就交给你们三个 但是你的任务今天比较艰巨了 怎么做 因为一些有名的股票都被他们讲走了 所以你今天要讲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 但也很厉害的机器人概念 还有台积电相关的设备供应链 好 没问题 重则大任我们来看 今天一样就是先帮大家 把我们对于行情的看法 先做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期货 给一点结论 首先其实近期外资的 这个期限或的动向 都会让大家看不太清楚 一下子卖超 一下子买超 然后一下子空单回补 一下子就夹空 那我自己会觉得啦 目前现在外资 因为未评伤的水位 近空单还是大概在三万四千多口 礼拜三要结算 对 礼拜三要结算 所以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或他在担心什么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会有点顾虑啦 那再加上现在 其实行情波动 虽然有稍微缓下来 但是你毕竟空单压得比较多 而且量能也萎缩 我们会担心的是 会不会震荡 或者是会不会拉回 那我想我们还要再去看 更多的数据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过去被我们当成指标的 小台散户多空币 好 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 在最近的话是疯狂的拼命做多啦 那赚钱啊 对 看起来是赚钱的 但事实上在前一波杀下来的时候 很多的这些用期货杠杆的 都被清出去了 所以他现在做多 到底是真的赚钱了呢 还是我们有没有看到的一些筹码数据 这件事情我们没有把握 但反而是新推出的围台 变成了一个新的散户指标 好 反向 他在这段时间是拼命的做空 拼命的加空上去 所以围台跟小台之间 他们的关系 到底要怎么去做观察 这个后面我们真的要等这个资料量 他的点再更多 但目前看来成为新散户指标 对 目前看起来 他确实是成为新的散户指标啦 那我想我们从这些筹码的数据 再加上我们跟大家提过的 Pocal Ratio 也确实回到了100以上 甚至来到了120 所以筹码上 我认为还是比较偏多一点 以短线上面还是偏多一点 那现在量说的话 大家就在讲的是 要不要打第二只脚 原本上礼拜 我们也真的很担心 要打第二只脚 后来回去看了一下筹码 跟我们的这个盘整一下 我们的这个观点 对不对 发现有可能第二只脚是不打的 是 有可能是不打 原因是因为你前面那一波 杀下去是断头杀出来的 我想没有理由再回去 让那些被断头的重新上车嘛 所以我们以筹码上面来讲的话 近期虽然行情谈很多 可是你去看 加权指数跟贵买指数 融资没有增加很多 所以有可能不回撤 那就算要回撤的话 因为我们还是要去顾虑一下 这个三万多口的空单嘛 所以回撤 我觉得了不起回到21400 或者是甚至回到21000点 这个幅度就已经算是满足了 那有回撤的话 我们认为都是要当成买点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大盘的一些看法 那另外的话 现在其实对于整个台股来讲 半导体 还有我们的科技股 还是带头我们的这个指数 去做冲锋 所以现在台积电 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 海外布局全面启动 我想台积电的海外布局 就是到美国去设厂 到德国去设厂 到日本去设厂 都不是新闻 那大家对于台积电的竞争力 这个也没有话讲 他未来5到10年 真的是没有竞争对手 这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 那我们也帮大家把 就是近期台积电 对于海外的一些布局 做了一下整理 那我认为最重要最重要的 其实大家要理解 不是台积电到那里以后 晶元就会自己伸出来 晶片就会伸出来 重要的是 供应链能不能跟着带过去 所以大家在看的 就是台积电要跑到哪里了 但是供应链有没有跟着过去 决定它的晶片 能不能在地生产成功 所以供应链才是现在大家 应该要去关注的一个领域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先看台积电来讲 在前面8月初 刹下去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保持着很乐观 你是你是 好必须说小明同意 是我们这一波里面 人最乐观的 真的吗 有最乐观吗 有 没有说真的 我认为指数要再创新高 还是有它的可能性 标普500 现在距离历史新高 只差2%而已 对 所以你说台股会落后很多吗 我认为也不会 再加上这一波跌升以后价值出现 那反弹以后 这一波事实上是外资买出来的 原本前面一路卖的外资 竟然在这个地方买台积电 所以我认为啦 以整个外资目前的态度 你说它会跌到哪里吗 如果真的会跌 它就不会买台积电了 因此呢 我认为台股 目前看起来 我们还是比较偏乐观来去看待 没错 因为我们有省省也有乐观 你是乐观 我是乐观的 对 我比较偏乐观 那么再来的话 既然我们的定调 这个行情的方向 它多头还没有结束的话 那我们现在要去看设备到底要怎么看 因为很多大家之前都已经看过了 因为没有量 但是资金很明显集中在设备类相关 不管是哪一种设备 因为在量小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大盘的成交量小的时候 你反而要去关注的是 这么少的资金到底往哪里去 集中在哪边 集中在哪里 设备股 真的在设备 设备股的话 当然就是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你供应链要跟着出去 所以很多的设备 包括你自己在台湾的先进制程 你COWAS也要用到 后面的这一个面板级的散出型封装 它也要用到设备 所以我们帮大家整理了这张表 我认为这张表 大家是可以把它截图下来的 因为我们帮大家做完 那你不要挡到 我不要挡到 我们让大家截图一下 那事实上在这些设备里面 你可以把它简单分成是 现在做的COWAS 然后还有未来我们会接触到 面板级的散出型封装 那有些呢 它甚至还会跨到工业自动化 那这张表上面 我们有跟大家讲过的是 大量跟有微科 那事实上有微科也有做到 这个面板级的散出型封装 那它们之间的这个界线 没有到那么清楚 是不是都创历史新高了 这个对 大量跟有微科都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是不是历史新高还要回头去看 那无论如何 我认为这些的公司的话呢 特别要注意的是COWAS 为什么要特别注意COWAS 我所谓的特别要注意的是 有些个股 它说它有做COWAS 那你要去看它做的是什么 是做COW还是做WAS 那如果它说它做COW 可是现在的营收年增率还没有出来 那那个可能有问题 这个是要大家去做留意的 那我认为了 前面COWAS的话 已经有很多股票涨一段了 你可能要进一步的去看的 就是面板级的散出型封装 因为台积电也去收了 全创的这个南部的厂 南科市场 对对对 所以的话代表说 这个是台积电未来的发展方向 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 那一些就是我们过去没有提到的 当然在那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讲 过去讲过的东西 好大量确实 然后8月7号小明同学来有特别提到这家公司 对当时台股大跌 大家怕得要死吗 然后这间涨停板 我们说其实它这个股价 你说它那天涨停 但它其实还没有创一个波段新高 所以呢 我们也讲了 它释出这个日月光AOI的光学检测机台 所以它在下半年一定是营收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跳针 所以呢股价在今天也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 那再来有威科的话我们也是在7月22号 当时台股还没有中错大跌 这就厉害了对不对 历经了一波血洗 它就在创新高 而且它拉回的幅度也比人家小 所以我们重点真的是要你要去关注这些好的公司 他们就算面对到这种大跌的过程 它要再创新高还是机会会比人家大 那目前外资的筹码已经进来了 我认为筹码上没有问题 技术性仪态也没有问题 有拉回的话我们都还是会建议大家可能可以去留意一下买点 好的那新菜是谁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讲3498的杨诚 杨诚的话呢 我们它在做的应该是在做所谓的FOPLP 就是面板级的散书型封装的设备 那因为这间公司做很多 你要讲它做自动化也有 但我认为它有很多的亮点 第一个当然我们先跟大家讲了说 到底呢面板级的散书型封装 它的关键在哪 我们有跟大家讲过 因为以前的晶圆片是圆的嘛 圆形 那你面板是方的 所以你有很多的设备是要去做更新 那特别其中在半导体制程里面有一个叫做徒步 是 对那徒步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你有很多的那个什么光阻翼啦 这些显影剂 其实都要用这样的方式 那我们过去用旋转式的 它就是我们把例如说光阻翼打上去 转完以后呢 那这一个晶片上面晶圆上 就会有一层 可是你到了面板级以后 你方形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这样子去转 小的可能还可以 大的就不行 所以呢你有些可能要先去做级啊 就是它的英文啦 英文就是这个啦 Seal Quater 那Seal Quater的话 中文怎么翻我也不知道 但它就是有点像是用刮的把它刮过来 那你刮完以后再去做旋转 这种的话 它的这个浪费的 因为这个东西会甩出去 所以浪费的比较少 它的利用率比较高 那么呢 这一个我们讲的阳城 它主要做的就是这一个 这个Seal Quater 它真的就是一片刮过去 那它的利用率大概可以来到94%到96% 所以这个就是它在做的设备 那另外除了半导体的这个制程的设备以外的话 它也发展了机械手臂 所以阳城现在在做的就是除了半导体的设备以外 那机械人的自动化也有它参与的部分 那以股价呢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的话 它其实前面高点修正下来的幅度相当的大 它算弱的哦 对它修正的幅度 它算弱的 而且它是弱 它这个股价点到这个位置上面 对 基本上大家都会说它是空头啦 可是一样的 我认为啦 它修正幅度大 对于你是要去做价值投资的人 它是一个好消息 那量能呢 渐渐的放出来 外资虽然前面有做减嘛 但其实啦 它还是有在进出 那我想目前这个位阶来讲的话 都还不算太高 它距离前高 你说它现在50几块钱 那它真的要回到70块钱 上方空间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所以这间公司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再来第二间的话 这个是瑞云 我们上礼拜也有跟大家讲过 可是当时我们没有讲得这么细 我们快快讲那时候 对不对 但没想到它现在变得V上来了 对 它其实涨幅有一点 蛮厉害的啦 它距离我们当时讲的时候 是67块吧 那今天收74块 所以也差不多拉了一根涨停板 那瑞云我们上礼拜 没有跟大家讲得很细 我们今天来讲 它在做什么 它其实在做的是 半导体制程前段的部分的 一些关键零组件跟耗材 那包含了这些时刻啦 薄膜扩散 跟CMP 化学机械研磨 它的这些零组件 它都有做 然后它的下游是谁呢 台积电跟Intel 这两间它有供货 然后再来的话 在施式制程跟先进风中的部分 它也有出给日月光 所以这间公司呢 在今年上半年 EPS财报公布出来是1.67 那去年全年的话 是赚3.59 所以今年大概就是算 达到一个高标 那大家要知道 2022年 它EPS甚至可以来到5块钱 所以你去对比它的股价 再加上后面如果真的要出很多的设备跟耗材 它EPS我想在后面的话 应该会越走越好 它这个位阶啊 我认为它这一条线 你说它从60几块钱涨上来 说那涨幅也不算大 对比很多那种设备股都是翻倍的 所以它的位阶相对于其他设备股来讲 它是低位阶的 那股价今天回去点了一下五日均线以后呢 就开始往上走 所以呢 这种股票的话 我们当然第一个目标价 还是会去看它能不能去挑战前高 那这类型的公司 它就是我们会去关注 可能还没有涨的设备股 未来就有机会落后股价 它这边有个报大量的套牢区对不对 对它有套牢区 但这个也不用怕啦 因为你这里的套牢区到这里 基本上融资都已经断头断光了 有可能已经洗掉了 没错洗掉了才拉得快 好 再来机器人了 好机器人 好 我看一下你们三件课有讲什么不一样的 今天一定要讲不一样的 今天一定讲不一样的 我们其实在机器人的话 今天也可以看到族群性是相当的整齐 是的 那族群性整齐也就代表了资金其实在这上面 好你先告诉我 你觉得黄仁勋会不会来 很诚实的讲 我觉得一半一半 不行你要选一边 一定要选一边 我觉得他不来的机会比较大 好那你是我这边的 真的吗 我觉得他不来的机会比较大 但市场上还是有人会认为他会来嘛 就是林汉伟 好好好 这个我们就是当成是一个题材来去做发挥啦 好 那至于他要来不来 只有黄仁勋自己知道吧 确实 好啦那我们先撇除掉黄仁勋到底要不要来了 这个自动化展 他就是确实会在这个礼拜开展 那他也真的带动了一波的题材 也带动了很多的公司 参展的很多公司股价都是标股 没错 那我们现在去看的话 过去这种广运啦 佳能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嘛 对不对 AI视觉 那再来的话气力 气动元件 现在大家要去看 因为很多的工具机 就是我们看到四五开头的 近期股价开始有去做轮动 对 气动元件 这我们等一下会讲 然后过去跟大家讲的微田 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来帮大家复习 加士达集团 对加士达集团的 然后还有呢 过去做一些资安的零群 其实现在也都开始切入了很多的这种 AI视觉辨识 那我想这一种你说有投机的有投机的 有业绩的有业绩的 这个就是大家要去做判别 然后还有去看题材跟筹码来去做追踪 那当然无论如何 我们基本面的一些数字 还是帮大家整理做一个参考 好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过去的这一个判断 因为机器人我们真的讲蛮久的 好 但是微田这个走势啊 太困难了 困难 75到46然后又连续所涨停 对 这个故事非常有趣 因为我们7月17号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 那在哪里 它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吧 这个位置 那你说买在这个位置好了 上去有没有赚到钱 真的有赚到钱 可是连续大黑K 对 而且它刷下来的速度相当的快 所以这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你不管买在哪里 你只要没有买在这个位置 刷下来这里基本上都是要停顺的 那这个心态上面当然要去做调试 那要怎么调试 我们先跟大家讲 现在这三根涨停到底怎么来的 它就是我们当初7月17号的时候 跟大家讲的在这一块 好 有讲跟罗生同集团 没错 我们那时候去截取那个加世达的Facebook 然后它上面就讲了罗生跟微田 我们就说 微田怎么都没有涨嘛 所以代表前面这里可能稍微反应 后面刷下来 现在题材重新一来 哇 马上拉三根涨停板 这很气人 对不对 这个倒怎么掌握 对不对 太难了 对 这太难了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揪心 就是可能前面有看到这间公司 但它刷下来你停损了 停损这件事情没有错 那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纠结 重要的是什么 你能不能持续的用同样的方法 找到这类型的股票 好 对 以后一定有机会了 是 错过这一档 还有下一档 好 那再来的话 像4576的大盈微的话呢 我们在上礼拜的时候 确实我们是在涨停板的这一天讲的 可是当时我们会讲就是因为它报大量 通常量价不会同时到顶 所以呢 我们当时认为说 虽然它当天是涨停 可是以历史的位阶来讲 它还是相对的比较低档 所以我们当时讲股价还没有过百 那现在股价最高来到了102 一样的大盈微系统 它在这一次也是有去参展 而且它是在展区的正中间 对 展区的正中间 对 它对面就国科会 那你说它有上银集团的这一个加持 所以它只要有零组件稍微去做搭配 它们就可以跟机器人的相关的一些 整机去做出货 所以这一间公司的话 目前股价形态是多头 那我一样认为它的一个营运谷底已经过去了 后面有拉伙 我们都还是会以一个比较偏多的操作的立场 来去做观察 好 来 我们来讲讲今天的新菜 今天新菜就是455的气力 好 其实之前的线超级丑 对 超级丑 那今天突然一跟掌停呗 这个线丑到就是不用说朱老师来 我自己看我都觉得它是空头 可是为什么我会去关注这间公司呢 第一个我们先跟大家讲 它是在做气动元件的 而且它在上礼拜四的时候有开法说会 然后我们有听完整场 我们有听完整场 是 然后呢 听完以后呢 就发现的是 其实这间公司确实有它的题材在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 去年以前它的财报不好 是因为它在打库存 所以它认列很多的库存的叠价损失 可是在这次法说会上它就提到了 今年不会再有了 不会再有这个叠价损失 那为什么会留意到这间公司 前面都没亮 不会去看 可是它叠下来以后 它跌幅也很深 68.5跌到33.6 股价腰斩 可是它叠下来呢 出量了 代表有人在这边低档承接 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 其实以气力啊 它在这个2014年啊 挂牌以后 它的股价呢 在上礼拜是跌到历史新低 你这个是这么长的 2014年到现在 对 这个是月K 那不就多头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多头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我们讲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公司的这个最差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但股价却在历史低档 这件事情一定不是一个合逻辑的啦 所以我们呢 提醒大家是在这种很低档的股价 而且它开始出现了破底翻的现象以后 以目前的位阶来讲的话 还是相当低 我们不要说它涨多少 涨回前面的平台区 不要比之前更烂 上方的空间也都是20% 30% 这类型的公司就是呢 我们现在可能有些高档的股票 我们不敢去看的 我们就要来看这种低档的股票 来看看有没有一些落后补偿的空间 好 因为有去听法说 知道说公司应该是有一些契机啦 要不然哇 这个10年来跟它没有什么关系 多头都跟它没关 好 果然是我们比较不了解的 非常谢谢小明同学 谢谢 小明同学的研究真的非常的扎实哦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资金成交量不多 都往特殊的族群去靠拢 当然设备相关类绝对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可是我们都听到都是常常听到那些公司 今天小明同学帮大家独家找出了 他有去听法说会 或是有做深入研究的位阶 也相对低的设备相关族群 提供给您做参考咯 好 今天非常谢谢多位来宾来到现场哦 因为台股涨到这边季线的保卫站 挣扎周量又很少 所以现在找什么 照有价值被低估的股票变得格外重要 让我们不会空手 但也不会害怕哦 那也希望今天底台短暗秀 对你投资有帮助 明天再会咯 拜拜